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组得出来 算蛮难 所以我为了这个乐器 为了这部戏 我特别去练了这个中软 大概练了大概有两三个月左右 但是我目前只练到就是样子的部分 就是中软的样子 因为中软真的是比较不容易 我们都知道王力宏是一个乐器高手 但是他也为了恋爱通告去学新的乐器 其实他们的乐器我都要去接触 因为我要去为他们铺曲 或者去选选适合的曲子 然后恋爱通告当中有很多的铭乐的原创 也是我写的一些音乐 像最后那个最高潮沐返的 沐返中去乔正宇 他的《旷世剧作》 那个是后来我创作的一个就是叫响乐 所以就必须了解每一个铭乐的乐器 了解他的音乐 了解他的执法 所以这些基本的 所以这次王导真的是很难 除了编剧导演演员 然后还有音乐的部分 江振一可谈阳琴没有去 就是知道那个位置啊 每个音在哪 每次那个骨针也是你帮着调那个 对对对骨针 所以本身就是骨子里对于音乐的热爱 所以你的这一部作品里面才会在这个情绪剧的部分也是像一个音乐 音乐情绪剧一样 嗯 说到这个刚才说到造型嘛 我们看到这个预告片里面各位的造型都挺让大家惊讶的 比如刘依菲她这个有一个圆框的眼镜 很不像她之前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造型 为什么明月才女就一定要戴眼镜呢王导 因为树袋子 是因为树袋子的概念是这样吗 戴眼镜很好看啊 很有气气 那绝对不是为了好看 其实 其实是为什么你绝对不是为了让我好看这个眼镜 还有角色吧 看起来比较 所以就是 淳朴吧 平凡 我觉得好看 我所谓那个好看 不是说她戴这样很漂亮 所以就这样穿 或者她戴 我就说她那样子的一个型 的人 在荧幕上 跟这个角色 你就会觉得是完全融合 就是 就是 刘依菲大家都没有看过她那样子 对 其实我一直想象应该是黑框眼镜 因为大家说那个 金属边很像理工科的嘛 就可能跟学艺术的 但其实出来看 对 因为我本身就本来学古典乐 很多大家都要戴那个眼镜 是有像 刚才汉典拿的那个眼镜 不是没这么夸张的 这个眼镜是吧 没有 因为真的弹乐器 演奏乐器的人 就要看她 那个 无限谱 对 那是很小很小的点 会像片中的眼镜 不会 其实这个 这个还比较时效 对啊 这样戴起来 不像 就不像 弹鼓祭的女孩了 这有点像 李工科的 刚才说 塑料框的那种 小的窄的那种 而且之前我们都熟悉的 熟悉的王力宏 都是阳光 阳光大男孩 那这次你也是 自毁形象 或者说是改变了 阳光变月亮了 为什么会这样有个大男的造型尝试 对 哪一个造型你个人比较满意 我还蛮 我还蛮喜欢 就是 牵一头羊跟抱一只鸡 那个大胡子 胡子 对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那个胡子 我们十年后 OK 完真的 为什么十年后 就流成真的 十年后才可以流得出 才流得出那么长 除了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些之外 在这个恋爱通告当中 大家很期待的 也是有一段舞蹈 听说很类似于这个 平民窟的白恩赴风当中的那段结束的舞蹈 我都不知道 这个 看上去感觉很像 但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一张照片 对 不是 我们没有办法拿到视频 要动它 我还以为你要开始放 所以 要从这样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是一个 一个 对 什么风格 我们说也说得清楚 汉妮你要不要来简单展示一下 我看到在这个照片里面的 你的样子很陶醉 当然是 非常陶醉 因为我觉得跳舞就是要 融入在音乐里面 因为跳舞其实跟音乐是要结合的 嗯 那因为现场 因为那时候有灯光嘛 然后有 你能不能一两个动作 一两个动作 一两个动作 要呈现当时的 一两个动作 我们能够去提前摄一下 这边灯光比较亮 而且没有提前 还要把灯光光也能跳吗 不用不用 其实ok啦 其实ok 啊这是小S 搞错了 搞错了 嗯 我那时候怎么跳 没有我那时候其实就是跳hiphop 就是 就是跟着音乐 当时没有没有去排 就是说具体要怎么跳 而大家即兴的是这样吗 对那是即兴的 是 他要把泰国没人知道 蛤